回到Tasty Money 今個時間以小丑王國 我們見證一下有沒有機會去至24000 现在升价261点23961点 成交方面是264亿 今早应该没有配股上版的情况 所以这个成交是真的 现在升幅的活跃榜第一位是939 12亿的成交 升价3% 6.13亿的位置 小春旺贵的嘉宾今天是火疗心 火疗心早晨 早晨各位 阿火早晨 应该是新年过了年回来第一次 是不是跟你聊天 是的 都要派一些电话给大家 因为市场几乎24亿 我不知道火疗心现在投资的股票 有没有股票 一定有的 不过不知道它的比例是多少 有没有留意什么股份 其实一直都有提过关于云 一头云那些云 现在很多人都说要买科技股 一想就只想到700 腾讯 其实如果你说说云的收入 比较专注一些 比较占比重大一些 我自己觉得金碟国际268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 是 金碟云 是的 你看到它的annual report 其实这一两年关于云的收入 是以倍数去上升的 如果你真的有做生意 或者在内地 或者在中港两边的话 云这一件事 对于那些文件的传输是很重要的 譬如现在那些文件越来越大 你讲3000GB的话 你很难就这样 send过来 麻烦 就是不会这样的 是的 基本上你就放在云端上 那你放在云端上 你如果香港用是没问题的 你就用Google Drive 那你内地你就用百度云 但是百度云有个问题就是 之前在DBC都有提过的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拿回来 那Excel会变成一些JPG 嗯 那就是不是云了 那你如果真的要打通了 你Excel可以在香港 譬如在大陆upload 然后香港去改它 基本上你要用金碟的产品 哦 那你就给月费的了 你给的月费的话 你不会搬下来的那些东西 搬不走的嘛 它就算加价你都会 你都要硬针的 所以我挺看好金碟的做价 哦 OK 现在金碟呢 就是3.02 已跌0.3% 通常那条心都叫我现在去买的 是不是这个价钱都OK呢 上网有没有 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目标价的 目标价 你看一下业势才再计算 因为现在始终都是爆炸期 那我说的当然是 现价可以入得了 嗯 要不然有牌子吧 好 现在3.02 我自己少选一点的 金碟 我自己喜欢买金山多一点 纯粹熟不熟悉的问题 金碟现在3.02 已跌的 就是0.3% 有很多人问你 比阿迪还行不行 一二一日 但是上次还有只股 2689现在又在爆炸 两个来着的表现又是怎样呢 但是 职业股继续长渣 说真的 我不是看淡股市的市场 未必跟经济有些关系 因为还有一个货币的因素 今年是最开心和最不开心的一年 应该 照我自己的估计 就是因为 大陆那边要走一些资金下来 始终都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你说走完或者走之前 它会做些什么呢 这个散户就很难猜 这个一定要小心 我怕是放大版的2015年的 但是你如果说经济 我真的很难看好 就是无论大陆或者香港都好 大家真的目測法都好 你都会感觉是一年不如一年的 香港叫做好一点 你始终地这么小 你大陆有些普通一点的消费 对香港都是一个资产作用的 但是 资产到多久 你看到那些店铺的那么多吉店 其实你很难说 这两年会经济好 比较难一点 维持到已经很开心 所以你说 如果经济一样的 我觉得上网买东西的人数 一直都会上升 是上升 所以包装那些 那些用纸的数量 我觉得始终都会上升 买个龙头是最稳适的 不用猜猜一下 一会儿又说 包装里面都分一百种 我只是 只是头那几种而已 一会儿容易买错 所以买回龙头 所以龙头是升得厉害的 真的升了5% 9% 9.43% 2314就正在追上升 正在升3.6% 正在做7.16% 那些车是怎样的呢 那些车 车就我想要更加长远了 好啊好在就是 比较迪一向 如果它开始升的时候 大家走货都会稳定一些 那现在你看到它升市里面 都还在跌 所以这个升市会比较健康一些 这是一个好的消息 好啊 那等一下吧 好像除了一只吉利之外 其他呢 都是比较慢一点 比较的现在是44.5% 跌着就是0.5% 有人问你 你选金碟 为什么不选中国软件 就是354 是不是自己喜欢金碟比较多一些呢 因为我用过的那些产品是合理的 就是它抄得来 是不会脱流 抄得来 你知道这些如果商用 是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 还有它很call sell到就是 就是整天都会扮一些有用 而是它自己公司产品的广告 是 而你装完之后又不会爆粗的 那这样东西我觉得是很欣赏的 嗯 好啊 好啊 那么火铁心今天呢 特别就留意268 那只金碟 现在没有起跌 3.2号3 那我和火铁心谈到这里先 多谢火铁心的推介 上次推的也正在升上来 看看下一次的金碟 是否真的有一个爆炸性 好 那小炒王国的推介 现在先推给大家 今天的推介是598中外云的 大家看到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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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是找回一些 休息了三天的 然后就买回上去 因为 够了快速 还有转身 也是够力 那希望他今天上到3.62这个位置 还有希望今天 真的不要再选错了 主要来说 今天都有一些数字可以backup 因为商务部等五个部位 是印发了商贸物流发展的十三五规划 去到2020年 商贸物流的标准化、信息化、集约化 和国际化水平会显着提高 商贸流通的领域托盘的标准化水平 都会大幅提升 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会拿到一个明显的成效 批发零售企业物流费用率 降低到7%左右 看到在物流方面 大家不是忘记了 598转了物流 是的 不要记错 还有这一只自己都玩过几次 他玩我我又玩他 玩过几次 都顺利的 既然看到在图表上 今天不要叫我追核电那么辛苦 升了上来我不追 他升完上来第一棍有啟事 2月9日 之后就休息几天 所以我看他还有第二棍 一大棍上来 我看多少目标价 3.9 左右 因为他在12月1日 做的高位是3.92 那天出了一支比较大的阴烛 但如果现在去看的话 第二支的大阳烛应该可以上去那位 因为我想现在100天线的位置 压不住了 那些钱开始 我看到大摩都开始在买 应该压不住的话 先看去3.9这个位置 第二站就可能要去到4元 4.06那些位置 不过可能我都会第一站的时候 叫大家吃了壶之后转马 转第二只更好 所以今天选择这一支是598给大家 最新刚才提到是3.58 现在是3.6的位置 这些又可以等 亦都可以有差不多一成的赚幅 所以我觉得这支的选择是不错的 可以考虑一下 资金已经到位了 当然选择这些 上车 接着就回答大家一些问题 问762可否好 762一向都不是我的心水 因为这一支 我刚才早两天都搭过中资的电讯股 我觉得暂时 譬如说7.28这些 都会顶住在4.15那些位置 762其实在9元边会好些 而在9.4这个水平就不是那么直博 9元边 如果你说恒指真的要上去的9元边买 反而我觉得有肉食 先看看 现在的100天 50天线和20天线都在9.17至9.19的位置 希望在那里可以上到 如果你喜欢762的话 我就建议你等一等才去考虑 好 接着再看看有些什么问题 700回答了 1164可否走 其实赚钱的都可以走 昨天就 毅力 应该是星期二一 毅力和Samantha都推介的中广核矿业 1164 做油那间 金字哪个油字 大约在8.6还是8.8 不记得推介的 现在最高是9.7 现在9.5 升大约4分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吃虎 因为要最快明天才能问到毅力 它会不会上到1元 因为很多人都问 是否1元的大位 我通常会设定9.8 如果要吃虎 你不吃都可以 因为上一次真的9.8 就是6月19日 2015年 这个位置 差不多一年零九个月 如果去到这个位置 都很厉害 我觉得可以吃点 比较适合 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法 1816买了很久 3.2 可不可以回家乡 现在很惨 我觉得 你买这只股份 市已经去到2万4 你在等回家乡 你没有两手准备 这个案件是比较惨情 你3.2买 真的买了很久 都相当久远的时间 你是一个顶 我买的 一个顶是3.6 2015年10月 大时代之后 到10月的时间 你都忍了很久 我建议你忍了它 因为现在在图表上 开始有一个突破 但你说它是否到3.2呢 我就觉得有少少难度 不知道你有没有钱 如果有钱 不如加少少 混合少少 会容易一点 当然 之前一直在低位 叫你混合 你就一定不想 想死 现在出一只大阳烛 我觉得可以混合 2.4 这些水平 不如混合少少 让你容易一点 达标 下次 不要等那么久 跌了一半 要止 否则 因为人人隔离 三宿二审 都赚钱的时候 你还等回家乡 你很磨灭意志 下一次你就不想再买了 好 3686 Alice我见到了 这一只我推介完之后 在6号3 6号4 这个位置是不肯走的 我昨天也开始 因为真的只是玩大股 小股 我最初以为 今个星期会玩 完全是不玩的 我会见到 如果今天还是不走 可能先平手给他 其实图表上是没有东西 我纯粹可能转回资金出来 如果他真的不走 像489 我就会转回钱给他 等他真的有势 才再追逐 可以做过这样的建议 因为无谓锁住那笔钱 浪费了机会成本 好 992 史上最难玩的股份 对于我来说 上次他5元 最厉害都是5.2 真的很难搞 现在升了0.1% 在做5.2号 没办法 全球个人电脑 用量一直都在跌 你看到手机 我去选择的时候 我都选择小米 都不会选Lenovo的手机 因为我问过职员 除非你只是打出打入 不玩其他东西 不打机 什么都不用 你就用Lenovo 因为它有些入门版 是几百元 八百多元 一千元 但是没有人推介 也没有人建议我买 我就觉得 在这样的心情上 我不会愿意去选择联想 明天出业绩 如果是 不如你先等业绩 我今天看到 都是大行放在右边 即是sell 我就不建议大家 在一个这么好的市况里 选择一只挑战 这么难度高的 联想5.2 我不建议大家 买入联想的 18-28 我有等的 也等得很久 但是它是存力 存货 它又停了4-5天 等下一只大阳烛 我会忍一忍 因为它在250天线 已经5天 随时大爆发 我好像远志希 Hurry那样说 转来转去 赚了手续费 所以这只 我也会有一个等待 所以叫大家继续上班 努力 赚钱 有多些钱 可以转来转去 我先跟大家谈到这里 因为是小炒仓的嘉宾 应该等得不耐烦 我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有小炒仓有蔡俊